我们今天接续上一节课来讲女权运动 对今天的社会产生了后世的影响 这个影响总的来说它非常的负面 而且有些方面还非常的致命 导致今天很多的思想意识形态不可逆转的左转 我们上一节课大致梳理了一下 历史中历次女权运动的过程 今天我们仔细来讲一下它的影响 在上一个视频的最后 我们整理了一下女权运动产生的历史性的影响 今天我们就更加仔细的来分析 它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影响 现在的女权 她们在学校里面到底教了一些啥 我们要了解一下我们的孩子在学什么垃圾 为什么妇女投票权这么好的事情 我为什么说她是不好的呢 大家一定很好奇对吧 所以不要急 我们慢慢的来分析 我们上一节课里面呢 讲到过美国的女权运动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 叫斯坦顿 但是呢 她的出现只是一个结果 并不是原因 一方面呢 美国从清教徒立国已经两百多年过去了 那我们知道信仰要传存下去有多难 对吧 我们的信仰要交给我们的小孩子 那太难了 美国在和平时代 面临的信仰衰退 它是隐形的 没有重大的事件 你是根本不可能反映出来 但是一旦碰到重大的事件 我们就能够看到人的属灵状况 其实已经非常可疑了 在1831年 有一位非常有名的牧师叫芬妮 对吧 就是掀起了那个属灵大复兴 在这场属灵大复兴当中 成千上万的人离开了教会 他们是在一个公共场合一起敬拜的 在野外啊 气势磅礴 会众呢 都激动的不行不行吧 大家的属灵状态都是非常非常狂热 在这样的激情之下 男人女人都很慷奋嘛 那女人呢 也在这个时候开始 突然之间就开始大声祷告 这个在当时的传统教会里 是不被允许的啊 在崇拜仪式上 一般做公道的 都是男性的长者或者牧师啊 哎呀 但是这不是在教会里啊 这是在野外啊 对吧 于是呢 芬妮牧师就开始允许妇女 在男性和女性同时在场的聚会上 大声的祷告 因为参加者众多啊 这个人群基数是很庞大的 这是所谓的美国第二次大觉醒 他无意之中挑战了 妇女在传统宗教中的角色地位 所以到了1870年代 有一个叫保琳娜的人呢 他就把芬妮的当时的这个决定 看作是美国女权运动的开端 看到没有 是从宗教开始的啊 是从信仰里面找到突破口的 芬妮的大复兴是亚民燕主义的大复兴啊 人是靠自己的理性得救的 对吧 那既然是靠理性 那男人的理性和女人的理性有区别吗 没有对不对 以前的教会传统把带领敬拜 看成是上帝交给男人的工作和使命 教会是臣服在上帝的话语之下 这个根本就不涉及到歧视啊 只是分工嘛 对吧 但是你女人一定要把它解读成歧视 你有什么办法呢 所以我们要知道任何的社会运动 它背后都是有信仰在推动的 信神的人和不信神的人 或者说神学教义上不一样的人 他们有各自的神学 其实是他们各自的神学理解 塑造了他们不同的价值观 而人呢又是被价值观推动 去做各种各样的选择 而这些选择就成为我们人类的历史 到了1832年 有一个废奴主义者啊 叫威廉加里森 他组织了一个反奴隶制的协会 因为人不够多啊 他就鼓励妇女参加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支持他这个 要吸纳女人的想法 结果呢有些废奴主义者就走了啊 他们就自己另外去组织了一个团体 那么他这个组织呢 渐渐渐渐的就变成女多男少 后来就成为妇女们新的阵营 这个就给很多热心于社会参与的妇女 提供了一个公共话语的平台 看到没有 这个时候媒体精英加入了 他是一个记者啊 于是呢 女权主义者就开始 以呼吁废除奴隶制的形象出现 在这段时间里面 他们写了很多很多跟废奴主题相关的 作品和演讲 慢慢慢慢的这个话题就开始飘移了 开始转成妇女权利和对社会进行改良 怎么改良呢 他们就开始控诉南方的奴隶主的罪恶 对他们进行稻草人审判 这些人他根本就不了解南方 有些人一辈子都没去过南方 我们前面那个讲奴隶子的那个课程里面讲过了 南方他这个经济模式为什么必须是这个种植园模式 对不对 但是这些人呢 这些人根本就不了解啊 他只是一听奴隶这个字眼 他就自己脑补了很多细节 他就开始无理由的控诉 这个在圣经里面叫什么 这个叫假见证 对吧 而且南方奴隶主都没听到你在说啥 他根本就没有机会反驳 也没有可能展开辩论 但是你们知道被亚民念主义煽动起来的这些人啊 他是有道德洁癖的 这些是分离的跟随者 对吧 他们认为自己是有社会使命的 那既然你有社会使命 那么他们的内容就一定不会局限在努力之上 于是呢 他们就把话题转移到妇女的权利和社会不公的制度改良 你不能说他们是邪恶的 他们开始的出发点都是很好的 都是很高尚的 没有一个是坏的 只是这一股思想最后的走向 并不是他们能够控制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啊 虽然媒体平台有了 但是这样的平台呢 还是比较小众的 当时什么地方才是大众人数最多的场所呢 叫会 对不对啊 所以不急啊 马上啊 所有中派里面最小清新的贵格会冒出来了 美国的贵格会当时是集中在宾州 他们因为在聚会的时候 他们是不学习教义的啊 他们很讨厌教义 为什么 因为教义引起分裂嘛 所以他们 我们讲感觉啊 我们要体验上帝同在的感觉 所以他们是以讲感觉而著称的 他们的名字就是发抖的意思嘛 Quicker啊 就是听到上帝的话会发抖啊 他们聚会呢 就大家在一起静默啊 等待圣灵降临 等待被圣灵充满感动发抖了啊 谁发抖 谁有感动 谁又站起来说话啊 这个有点像那个旧约圣经里面所说的 受感说话 这个样式啊 圣经呢 圣经要不要读 要读啊 圣经怎么读 圣经大家自己读就好了 不要相信教义啊 因为一学教义就涉及到宗派啊 他们为了合一 不参与宗派 所以大家自己读圣经就行了 可见啊 在他们的教会系统里 没有权柄的概念 也没有次序的概念 教会管理相当扁平 一听到平等呢 这不就是他们一直在推崇的理念吗 贵格会在美国的各个宗派当中 曾经是非常小众的 而且他们也不太受待见啊 主流的宗派不太待见他们 这个宗派呢 他也是最早提倡宗教宽容的啊 他是极端的反战 反暴力 极端的提倡众生平等 他们极端到什么程度呢 他们就认为 你如果叫别人先生小姐女士 这是不对的 为什么 你不需要 你这个就涉及到不平等了 对不对 有的时候 斯尔先生他只是一个尊称 但是你只要说了尊称 人和人之间就不平等 所以你只需要叫名字就行了 任何人之间都要像兄弟一样 所以女权运动 女权平等 这个太对他们的胃口了 对吧 于是呢 女权主义就找到了 他们不道的对象 这个莫特夫妻俩啊 就是最先将女权运动 引入宗教领域的极限风 好 信仰领域突破了 媒体平台也有了 教会的信众都有了 那还缺什么 缺钱 缺资本 于是呢 我们看到资本精英也来了 这就是我们上一节 可讲到的这个斯坦顿和他的丈夫 就是作为社会精英而加入的 他们的加入呢 是一个偶然的机会 当时1940年 伦敦召开了第一次世界废奴大会 他和莫特夫人就一起被朋友邀请去参加 结果到了伦敦呢 却不允许他们参加会议啊 辩论了一整天最后允许他们旁听啊 但是不能发言 这下呢就严重的被刺激到了对吧 结果这两个人呢 在伦敦就成为了好朋友 因为他们发现了一个共同的敌人 这个敌人就是男权 斯坦顿的丈夫也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啊 但是在妇女投票权上和她后来产生了分歧 她丈夫呢觉得这个话题太大了 会遭到社会的反对啊 她丈夫自己是有政治地位的嘛 她考虑到自己的政治生涯 她就没有过多的参与女性投票权的问题啊 在1841年的秋天 斯坦顿呢 在塞内卡福尔斯的一百多名妇女面前 进行了一场关于节制这个话题的公开演讲 节制我们知道是基督徒的美德啊 是美德系列里面的一个内容 这场讲话呢 是在基督教的内部讲话的啊 是对一个教会的 里面的一百多个妇女讲的 这一场讲话非常成功啊 她写信给她的朋友伊丽莎白 她在信里面说 她说她把自己和观众都感动到流下了眼泪 她说正如我在许多世人谈话中 特意去做的那样 我在谈话中顺势加入了一些 关于妇女权利的部分 看到没有 她非常知道她在做什么 她是有意识的在圣经学习的讲道过程中 夹带了她自己的私货 第二年呢 她和刚才的那个莫特夫人 她们两个人在波士顿再次见面 商量怎么样去推动妇女运动 从哪里下手到哪里去突破 她们都进行了非常详细的研究 到了1846年初 她们在贵阁会的大本营费城 举行了一场公开的会议 她们看一看到底能够有多少支持者 结果发现势力还不够强大 于是呢 在第二年 她们和废奴主义的那些人再一次联合开会 商量合作的可能性 因为当时费奴主义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思想力量 既然进入教会的效果那么好 她们的方向就更加明确了 在1847年 有一个叫路西斯通的女人 在她的哥哥鲍曼斯通 在她哥哥的那个教堂里 发表了她第一次公开的演讲 这个公开的演讲的话题叫做妇女权限 效果相当不错 因为这一次是向公众演讲 这个时候她的讲话对象就已经是教会的全会众 不再是局限于妇女 第二年呢 她们又举行了会议 提出了一个新的议题 是什么 是反安息日 看到没有 就开始反圣经了 她们觉得安息日并没有安息 她们认为 你们不要以为在教会里面敬拜上帝就是安息了 相反 这是非常繁重的负担 我们并没有得到安息 我们现在需要真正的安息 于是呢 这一场运动呢 后来为大家争取到了 真正的有一天身心灵全部的安息 这就是双休日的来历 双休日呢 是这一股女权运动的产物 听起来结果好像挺好的 是吧 我们现在能休息两天 都得靠她们 难道不好吗 你们不要以为我那么浅愁 我不是说这个不好 我要是说不好 估计你们都不答应 对不对 但是我们要知道结果是好的 不等于她的初衷是正确的 我们要来看一下她的初衷是什么 因为这是人类第一次开始明目张胆的 在上帝以外寻找安息 第一次这么明目张胆的认为 上帝不是我们真正的安息 接下去我们知道 接下去她们就更加激进了 她们开始反对教会传统和社会传统 她们认为这都是教会强加在女性身上的不公平的待遇 家庭是什么 家庭是教会和男人合谋起来 成功的剥削和奴役妇女的工具 看到没有 她们这个时候反对的方向是什么 是主流传统 什么主流我们就反对什么 她们真正的目标是冲着家庭来的 家庭已经成为剥削妇女的工具 在她们反复多次的在教会里面灌输女权的思想之后 到了1848年3月份 纽约西部的有44名已婚妇女一起联名向周易会写信 她们是直接从美国独立宣言入手的 她们说独立宣言宣称政府的震荡权力是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被统治者的同意 对不对 然后她们说 那么我们当时不在现场 我们没有同意 她使用的原话是什么 说妇女从未同意 或者代表 或者承认这个政府 看到没有 她这个措辞是非常非常强硬的 她直接冲着美国政府来的 但是她这个话站不站得住呢 那显然是谎言 对吧 什么叫做没有被代表 你丈夫不能代表你吗 家长不能代表你吗 对吧 她们接着说 我们从来没有承认这个政府 那么很显然 公正的讲 就不能从我们这里获得效忠 她们写这封信的原因呢 是当时的纽约州议会 正在商讨一个法律 叫做已婚妇女财产法案 以前的妇女结婚之后 你带过去的嫁妆 带过去的财产 那就是夫妻共同财产 她们就要求 要保留已婚妇女的财产 不能作为共同财产 而且在婚姻期间 她们的家庭的财产呢 也就是说 她们的老公赚的钱呢 她们要享有共有权 如果丈夫负债了 那么债主不能拿走 妻子名下的钱 几周以后 宾夕法案亚州的议会 也通过了一项类似的 由莫特和其他妇女倡导的 关于已婚妇女财产的法案 我们看到没有 她们是用曲线救国的方式 她们目的是为了通过这个法案 所以她们向议会施加了压力 如果你不通过 别说你这个议会 别说你这个纽约州 我觉得美国政府 我们都是可以不认的 看到没有 这个时候啊 贵阁会的 无政府主义的本性 就暴露出来了 她们否认被丈夫代表 从本质上来说 她就已经否认了 圣经里面 关于婚约的誓言 圣经说夫妻本为一体的 但是她们为了财产 从夫妻关系中 将自己割离出来了 圣经说 你的钱在哪里 你的心就在哪里 对吧 获得了这个巨大的胜利之后呢 她们就看到了 在政治上必须要有力量啊 她们就开始成立了政党 这个政党叫做自由党 由斯坦顿的表弟 史密斯担任了总统候选人 在水牛城举行了第一次全国大会啊 在这次大会上 她们正式要求要给妇女投票权 她们在党章里面的用词是这样的啊 她说不仅这里或世界其他任何地方 选举权都不允许延伸到男性以外 到目前为止尚未有一个国家 尤其是基督教国家 从野蛮时代以来 直到目前为止 允许妇女地位提升到 一个人类大家庭的水平 这句话吧 她就说得非常非常没有历史学的常识 看到没有啊 当一个国家的神学教育出了问题的时候 她们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她这是在什么 她这个是在控诉基督教国家 没有善待女性 完全忽视了人性的罪 在历史中产生的影响 基督教一直在和罪做斗争 但是因为人离开了上帝 罪就做了王 但是呢 你看到没有 他们把这些罪人的行为后果 算在基督教的帐上 这不要说是神学上的错误啊 她就连历史神学 她也是很无知的 在这一次大会上呢 他们还提名了莫特夫人 做斯坦顿表弟史密斯的副总统 在美国历史上 第一次有妇女被提名到 联邦行政办公室去工作 这个莫特夫人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那个贵格会的传教士 贵格会 它是不学习教义的 更不尊重历史的 所以在神学上和历史上 这么无知 其实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于是他们就开会 这场会议很成功 他们这场会议的策划举行 在整个过程中 其实贵格会发生了巨大的作用 他会议举行的地点 就是塞内卡福尔斯 在这个地方 他的主要居民 主要人口 就是贵格会的教会 会众 而这个贵格会有很多其他名字的 你如果去看不同的资料 他有不同的翻译方法 有些叫什么宗教自由协会 有些叫教友会 有些叫公仪会 其实都是说的是他们 他们有很多成员定居在纽约州西部的 这个塞内卡福尔斯附近 其中还有一个特别主张进步的贵格会的分支 住在塞内卡福尔斯的滑铁炉 这个地方附近 这些贵格会 他们是主张婚姻中男女工作和生活上的平等 他们从一个非常富有的贵格会成员那里租了一个房产 就开始成立了他们自己的政党和组织 这个妇人本来是非常非常支持废奴运动的 所以他一听女权主义主张废奴 那他就果断的接纳他们也加盟了 他们为这个运动取了一个不那么讨人闲的名字 叫做什么 叫做自由生产运动 听起来好像是生产关系的突破对吧 其实他们是想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自由劳动力 所以他要针对南方的种植园上面锁定了大量的努力 我们以前讲过 北方资本对劳动力的渴求 是这些思想潮流背后的主旋律 和平等啊什么这些关系 其实并不大啊 我为什么说他们平等只是表面呢 我有没有冤枉他们呢 其实我们来看一看传统的贵格会 他的信条我们就知道了 他们自己的信条里面认为 在做宗教决议的时候 男女应当分开开会 就连他们的聚会 极端的贵格会 男女也是分开的 但是到了这个时候 为了和他们自己提倡的运动相符合的时候 他们这个时候开始决定要把男女集合在一起 作为宗教信仰上 精神上平等的表现形式 后来他们还成立了更为激进的贵格会团体 发表了很多很多很激进的主张 所以在这场运动中 贵格会是主流 为了帮助我们更好地去理解 女权主义的初衷 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我们不能简单地从结果上来看 这个运动的合理性 我们不能说因为他结果是好的 他就是符合圣经的 不能这样以果正因 这个在逻辑上都是站不住的 犹大卖了耶稣 结果成就了救恩 你不能说他的行为是好的 圣经已经告诉我们这个原则 所以我们来仔细地解读一下 他们的主张 我们不要听口号 我们要看他是不是符合圣经 我们每一句话都要放到 圣经的框架里面来解读 他们的会议的过程 我们就不展开了 我们直接看他们的宣言 这个宣言叫做感伤宣言 那我们一看名字就知道 情绪占了上风 这个宣言的开场白 和主体部分呢 基本上是完全超美国的独立宣言 他开始是这么说的 他说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正自明的 然后下是男人和女人生而平等 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 这里把人人受造而平等 改成了男人和女人 看到没有 就把人按照性别分开了 他下面说 人是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才建立政府 而政府的正当权利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 这里就开始质疑政府的合法性 他认为 我没同意 我没投票 所以我可以不承认你 你看起来是很有道理的 他魔鬼的事情都是很喜欢投放概念的 但是我们要仔细的看清楚 仔细的去推敲他背后的逻辑 成不成立 他看起来很有道理 听起来很有道理 但是你不能仔细推敲 为什么呢 因为你说你没投票 你就可以不承认 那么你要知道美国独立宣言是几几年 那时候还没有你呢 难道每一代美国人都要这么来一回吗 你当时被代表了呀 对吧 你的祖先代表你了呀 那如果你一定说你没投票就不承认 那后来的每一代美国人 每一个美国人 每一个新移民都可以这么说 对不对 那逻辑上这就不成立啊 所以当他们这么诉求的时候 他们实际上 他们是撕毁了圣约的概念 否定了代表的概念 国家就不再是一个 在上帝之下和公民立约的行为 对不对 而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一个民间契约行为 圣约民族它就变成了那种如说讲的民约社会 对吧 这个是在信仰上巨大的倒退 所以这种话你是不能随便讲的 你要充分论证的 你要从历史中去琢磨当时的国父们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说 他们和英王之间的冲突是什么 而且这样做对后来的人会产生怎么样的影响 你这个都是要经过充分论证的嘛 虽然我们确实看不到未来 但是神给了我们逻辑思考的能力 这逻辑思考的功能你还是要使用的 你不能太简单化 但是你知道的嘛 自从牛顿的万有引力之后 整个欧路理性主义是很崇尚简约 就是约化主义 把什么事情都把它简约成一个非常简单的一条线 这就是约化主义最好的表现 还有一些其他内容 他们基本上都是超独立宣言的 但是在里面他加入了一些对政府的控诉 他说当追逐同一目的的一连串滥用职权和抢取豪夺发生 证明政府企图把妇女置于专制统治之下时 那么他们就有义务推翻这个政府 并为他们未来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 这就是妇女过去逆来顺受的情况 也是我们现在不得不要求得到 他们有权得到的地位的原因 看到没有 这一句话 他没有任何证据 就控诉政府把妇女处于专制统治之下 那我就问了 政府到底怎么专制统治你了 就是因为没有给你投票权吗 就是因为不同意你随意离婚吗 就是因为没有同意你随便堕胎吗 就是因为不鼓励你去上班赚钱吗 就是因为政府认为你父亲和丈夫可以代表你吗 看到没有 每一个理由都可以成为这一个专制统治的具体内容 所以这个专制统治它就是一个口袋罪 只要让我不爽了 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的 然后他就说 所以我们不能拥来顺受 我们不得不起来抗争 看到没有 受害者心态悦然至上 接下去呢 接下去更厉害的炮弹来了 他说人类的历史是一部男人对妇女不断伤害和掠夺的历史 其直接目的是在妇女之上建立绝对专制暴政 为了证明此言属实 现将下列事实公诸于公正的世界 看到没有 你不能说人家没有历史观 人家有 他们认为人类历史就是一部男人对妇女不断伤害和掠夺的历史 这句话对不对 我们要来看这句话是什么 这句话是全称肯定判断 那我们就知道了 从逻辑上去分析 全称肯定判断 这种大词汇 放在历史场合中 他既不可能被证实 也不可能被证伪 对吧 所以他根本就不能够使用 但是人家是女人啊 女人可以不讲逻辑啊 女人可以讲感情啊 讲感觉啊 她可以随意给你戴帽子啊 她连目的都想好了啊 她目的 她都把你想好了 这个目的是为了在妇女之上 建立绝对专制的暴政 人类历史 这是个大话题 对吧 太复杂了 有没有对妇女的不公啊 当然有 多了去了 对不对 有没有爱妇女啊 有没有解放妇女权利啊 有啊 你看看初代教会做的事情嘛 你看看罗马天主教 在中世纪里做的一些事情嘛 你看看他们怎么样把蛮族调教成歧视 你去读读歧视宣言嘛 对不对 这么复杂的人类历史 哎 人家给你一锤子定音了啊 所以啊 真的是约画主义很害死人的啊 接下去我们看一看 他们具体的控诉的内容啊 首先 他们控诉男人没有给妇女 不可剥夺的选举权 这个是明目张胆的拒绝被代表啊 他完全无视圣经传统 本质上他就已经开始反抗 犹太基督教传统 他说男人强迫妇女服从那些 他无权参与制定的法律 哎那我就问了啊 法律谁参与制定过了 我移民加拿大的时候 我也得按照法律程序走啊 但是加拿大的移民法 我参与制定了吗 还是那一句话 对吧 每一个罪犯违法的时候 他都是可以这么为自己辩论的呀 对吧 哎你这个法凭什么来管我 你这个法制定的时候 你正确我同意没有 没有啊 对不对 如果每一个罪犯犯罪的时候 都用这个话来为自我辩护的话 法院好关门了 接下去呢 他说男人拒绝给予妇女 连最无知最下流的 无论是本国的还是外来的男人 都具有的权利 哎什么叫做最无知 谁是最无知 是那些黑奴吗 什么叫做最下流 是指那些劳动工人吗 还说不论是本国还是外来的 哎 你这不是在歧视移民吗 你刚才还在说人人平等呢 怎么突然之间话风就变了吗 对不对 你不是要废奴吗 你怎么转眼间就说人家无知下流了呢 哎这个就很匪你所思对吧 刚才还小甜甜 转眼就说你是男霸天 还谴责人家是外来的 请问 美国人主上 谁不是外来的 今天的非法移民 是不是可以根据这一句话 去告他们精神伤害呢 然后啊 然后接下去就开始 稻草人审判了啊 他就把你没干过的事情 全部加在你身上啊 说什么 说在剥夺了妇女 作为公民的首要权利 选举权 从而使他在立法机构中 没有任何代表之后 男人从各个方面压迫妇女 这句话你仔细解读一下 什么叫做剥夺 剥夺是你本来有过 后来被拿走了 它叫剥夺 对不对 而且他还说 妇女在立法机构中 没有任何代表 这句话也很夸张 对不对 你丈夫能不能代表你 你家庭的家长 你的父母能不能代表你 对不对 所以这些话 说的都是不动脑子的 他这个声明是什么 他这个声明是在默认 自己在这个世界上 是一个原子式的存在 是单个的 是个体 不是家庭性的 不是社会性的 所以这个就是从本质上 动到了代意志的基础 而且呢 而且男人这么做 他的动机是很邪恶的 他这么做的动机 是为了在各个方面 压迫妇女 这个简直就是受迫害妄想症 对吧 这些人自己哪一个 不是对着自己的老公 呼风唤雨的 他们的丈夫 都是参与妇女运动的 所以他这种所谓的 受害人心态 完全是替别人想 用那种同理心 去别人想 去假想出来的 对不对 挑逗群众 逗群众 挑逗妻子 逗丈夫 而且他下面接着说 一旦结婚 在法律意义上 男人便使妇女 丧失了公民的权利 这个就完全歪曲了 投票权的意义 对吧 公共事务 家庭是最小的参与单位 一个家庭 根本就不需要两张选票 我们以前讲过 我们以前讲过对不对 但是你要知道 他们是谁 他们是贵格会 对吧 不读圣经 不学教义 不会进行大脑思辨的人 他是不可能理解 这些内容 然后他说 男人剥夺了 父女的全部财产权 甚至包括支配 他挣得的工资的权利 我不知道那个时候 他们家里 到底是谁管钱的 但是管钱的妇女 看到这一条 可能对我不失用 然后直接跳过去了 去寻找下一条 和他心意的内容 但是不管钱的妇女 或者说对钱 没有掌控权的妇女 这一条就很扎心了 就很能够入她的心 这个和我们看星座 一样一样的嘛 对吧 总有一条 能够让你对号入座的 所以你都觉得挺准的 对不对 我们再接着看下去 他说 男人使妇女 成为不负道德责任的人 因为妇女可以犯下许多罪 而不受惩罚 只要这些罪 是当着他丈夫的面犯下的 当时的这个法律 它是延续了 旧约的圣经传统 就是摩西五经里面就有的 其实甚至更早一些 在伊甸园里就有 夏娃吃果子 上帝是问责亚当的 但是呢 现在妇女们很不满意 你这样就是我们不用 服道德责任 这样不行 为什么 因为我就不是一个 独立的个体嘛 对吧 我要是犯了错 你去问我的老公 你去拿我的老公试问 这样不行 我要为自己的道德负责 看到没有 他还是要把自己强调成一个独立的个体 他是拒绝丈夫的庇护 然后他接下去说 在定立婚约时 妇女被迫发誓 听命于丈夫 而丈夫在十字上 则成为她的主人 这个话又瞎说 为什么呢 我要说了 这个社会是多样性的 你不要把它约化 不要把它简单化 家庭 无数个家庭 每一个家庭都不一样 家庭是一个多样化的生态 而且是一个动态的生态 不是说今天是这样 明天是这样 永远都是这样 到死还是这样 不是的 所以说 从平面上讲 它是多样化的一个生态 每一家都不一样 就是同一个家庭 从时间线上讲 每一个时间段 它还不一样 对吧 所以说 据我所知 从伊甸园里 亚当就是挺下瓦的 人类社会从来就没有缺过气管炎 在历史上都不缺 所以他这种的 又是全称判断 对吧 所以这种全称判断的控诉 是非常非常简单化的处理问题 而且他下面说 男人制定离婚法 规定准于离婚的各种正当理由 看到没有 刚才还在控诉男人成为女人的主人 结果呢 结果离婚法规定正当的理由 可以离婚 他们还不乐意呢 为什么 因为我不想离的时候 你不能强制我离 对不对 所以他完全是立场判断的 而且孩子的监护权归属问题 本来就是一个一个个案分析的事情 对吧 每一个家庭不一样的 所以孩子最后判给谁 这个是法官综合考量的 结果他也一起投诉了 反正全部都控诉你 总而言之 你总统都是不对的 因为离婚法不是我自定 不是我同意的 所以我就认为他对我就是不利的 法官判案是按照法律来的 法律是怎么来的 法律是开会讨论出来的 对吧 是大家一起根据某些原则讨论出来的 那么原则是什么呢 具体的法律的原则是宪法 对不对 那宪法怎么来的 宪法我们知道 美国的宪法是从圣经来的 但是这个时候呢 他们提出来的诉求是什么 他们提出来的诉求说 法律完全忽视了妇女的幸福 看到没有 他把法律的性质都改变了 法律从来就不是关于个人的幸福 个人的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 个人最幸福的事情是不要有法律 我无法无天最幸福 法律的制度是罪人社会必不可少的制度 法律的原则是根据上帝的怀疑 是体现上帝的原则 当人违背上帝 那谁的幸福才是最终的残照标准呢 你有你的幸福 我有我的幸福 对不对 你这个要求是可以无限细分下去的 我明天要求这个法律改变 因为什么 因为他忽略了我的幸福 然后你再去说 哎呀你的幸福也忽略了 你再去变一回 对不对 我最幸福 我最幸福的是不劳而获 对不对 你怎么办 你的法律能够为我修改吗 你的法律居然敢规定多劳多得 不行 我反对 所以他没有逻辑你知道吗 他下面这句话 他说尽管妇女在婚后被剥夺全部的权利 可是单身并拥有财产的妇女 却被男人磕碎来支持政府 然而政府却仅仅在妇女的财产 对其有利可图的时候才承认妇女 看到没有 这个人脑子真的是短路的 他刚才还拒绝被代表 我要求被独立的对待 对不对 结果呢 结果这个时候政府把你独立对待了 你立马就不乐意了 你居然敢挣我的税 你压迫我 剥削我 看到没有 躺在地上耍赖的形象 是不是很生动吗 那政府就很为难了 我到底咋办呢 我到底把你当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呢 还是把你当成是你家庭的一员呢 政府也很难办 接下去呢 就是对这个男权社会的血泪控诉 他说男人几乎垄断了全部有利可图的职业 拜托 男人只是汗流满面方能糊口啊 谁喜欢上班呢 男人也喜欢不劳而获啊 这不是要养家没办法吗 而且从农业社会沿袭下来的传统 干活呢都是体力活 都是男人活该去干 但是这个时候不一样 这个时候工业革命了 终于有一些光鲜亮丽的职业了 对吧 看到没有 这些女人马上跳出来了啊 凭什么出风头的事情 你不让我上啊 你看到没有 辛苦打工变成了有利可图的职业啊 他们把这个偷换概念又换掉了 然后他说 在允许妇女从事的职业中 妇女所得到的报酬都是微不足道的 我们要想在当时什么职业是允许妇女从事的 就是不需要特别的技能 是服务性的 非创造性的 非体力性的 因为体力性的职业 女人是不能够胜任的嘛 你挑不动200斤 对不对 那服务性的行业 可替代性就很强 对吧 你的劳动力溢价能力就很弱 这是劳动力市场决定的 和歧视女人没有半毛钱关系啊 但是人家硬是给扯上关系了 然后他说 男人封闭了所有能让妇女通向财富和名望的途径 看到没有 女人在干嘛 欲望 对不对 上帝怎么说 上帝说 你必恋慕你的丈夫 女人恋慕男人在社会中 所得到的一切成就 他不认为丈夫期待的成就和他有关系 对不对 他认为财富和名望是男人最体面的荣耀 看到没有 这个荣耀引发了女人疯狂的嫉妒 他下面说 妇女从未能成为医学 法学或者神学的教师 这个是事实哦 当时 但是你要知道 这三个领域都是和生命息息相关的 它都是需要有历史的传存 需要一个人全身心的去投入 医学 你一学就是十来年 你毕业行医都三十多岁了 女人如果那个时候你还想结婚 这个就不太现实 对不对 你一边带娃一边上学 学校里也没有这样的育儿设施给你配套 那学校想想看 那我肯定不能招女人 对吧 你招来你生个孩子 你一边上课 那我怎么照顾你 法学也一样 法学也是本科毕业以后才能修读的 所以有的时候理想很丰满 但是实施起来 它有很多硬伤 这个和废奴是一样的嘛 对吧 我们前面讲过废奴了 讲过奴隶制了 它的实施细则 你一想想你就会打退堂鼓 当时的大学都是技能性的大学 没有像今天这种什么社会学 人类学这种意识形态学 没有的 那个时候大部分都是理工类的 理工科类的 因为你学好出来 你是要工作的嘛 对吧 你要找到工作嘛 那个时候人类学 你学出来你找不到工作 对吧 而且理工科类呢 这种专业本来对女人就不太友善 女人喜欢读理工科的毕竟还是少数啊 而且因为当时的就业市场更加倾向于男性 那作为我是老板 我也喜欢招男的 对吧 女的招进来以后 上班上了半年 培训期刚过就生孩子去了 对不对 而且大学 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公立大学 全是私立的 那私立大学 它就是就业导向嘛 你要想一下 如果女人可以进大学 那么现实问题也很实在啊 你还得给她们建女生宿舍 对吧 那学校里的钱哪里来呢 盖大楼又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你得建啊 你得花钱啊 那大学又不是公立的 那钱靠谁来啊 靠大家或者靠教会的捐款呢 那么既然是捐款 那捐款怎么用 你得听校董会的呀 那校董会是哪些人 是捐钱的人啊 那捐钱的人是谁 捐钱的人是企业主和教会呀 看到没有 死循环 企业主认为 我更倾向于招男人 教会认为 根据圣经 女人应该属于家庭 属于一个帮助者 看到没有 所以大学不招女学生 她有很多很多具体的问题 需要解决的 对不对 而且你仅仅允许女人工作 并不是他们的终点 关键是他们还要 他们还有更高的诉求啊 他们说 男人允许妇女在教会 以及政府机构任职 但只能处于附属的地位 看到没有 他们去上班还不满足 他们是要做领导 必须要去狭管男人 才能够显得这个社会是开明的 是进步的 但是你要知道 谁做领导 谁说了算 能力说了算 对不对 当女人的能力越来越强 越来越强的时候 你去做领导是必然的事情 根本就不需要去控诉别人 歧视不歧视 对不对 而且他还说 男人宣称 根据使徒教义 妇女不得任牧师 除了个别例外的 妇女还不得在公共场合 参与宗教事务 哎 绕了一大圈 我们回到了今天 保罗在提摩泰前书里面的内容 原来他们攻击的还是使徒传统 这个就是自由主义神学 影响之后的美国 这就是亚阿米念主义 熊熊烈火燃烧之后的美国 口号很好听 人类一切都是可以靠着 道德和理性来达成的 和上帝设立的次序 没有任何关系 连圣经都是可以与时俱进的 连上帝的主权 都是可以让位给我的自由意志的 那么我们大家就追求内心的道德 去追求崇高的使命 那么妇女权利 解放奴隶 她就是非常动听的一个 最后他们的结论也很有利 他们说现在 占国家一半人口的民众 完全没有选举权 要注意啊 这句话我特地画掉了一部分的字啊 因为我为什么把它画掉啊 因为这一部分内容 一半人口的民众 你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填控题啊 因为这一部分你可以用其他的词汇来替代的 过几十年你就可以换一个词 过几十年换一个词 换一个主体 你就可以提出同样的主张 你可以把它替换成 没有投票权的十八岁以下的人 现在就有人提出来了嘛 要扩大投票权 给给未成年人啊 你也可以把它替换成非法移民 或者非公民啊 就是居民 你都可以把它填控填进去的 因为因为他们也生活在这里啊 他们也交税啊 他们也对经济做贡献啊 所以他们也可以要求投票权呢 美国的选举人票 是根据人口普查的人数来定的 结果决定选举人票的时候 他把非法移民全部都算进去 前段时间不是被马斯克曝光了吗 被他曝光了我们才知道啊 他们在社会和宗教上 受到了不公平待遇 看到没有 这样的话呢 这个就为后来的同性恋 和政治法律的主张 他已经提前写好了述状 到时候你再把这些名词 替换一下就行了嘛 对不对 他们也都是完全遭受到了逼迫 完全没有投票权 完全没有选举权 像同性恋吧 他们有选举权吧 他们在社会宗教上不公正 对他们不公正 而且他下面说 面对上述这些不公正的法律 况且妇女确实感到了 他们受到的冤屈 看到没有 他们又开始代表全体妇女说话了 他们自己拒绝被代表 拒绝被他们的丈夫代表 但是呢 他们又时刻地想代表 全体妇女 这是什么做派啊 马克思主义嘛 对吧 只能我代表别人 不能别人代表我 而且他还说 妇女们感受到了冤屈 你们不是讲法律吗 法律什么时候开始讲感觉了呀 法律是不讲感觉的 讲感觉 我就不希望有法律 对不对 人人都是这样的嘛 他想要自由的时候 他就不希望有法律 但是等到自己被别人不公义的对待了 他就要求有法律来保障我啊 我就想起以前国内的时候 我有个邻居特别有意思啊 他遛狗的时候呢 他不牵绳子啊 结果有人投诉他 结果物业找他谈的时候呢 他就很狂妄啊 他拒绝不遵守小区物业的规定 他也是这么说的 你小区物业规定我没同意 我凭什么遵守啊 结果后来他家隔壁的一个人 在阳台上养鸡啊 臭不可闻啊 臭到他不能开窗啊 他就跑到物馆那里去投诉了嘛 要求别人遵守物业规定啊 结果听说物业的人朝他翻白眼 所以说吧 人就是立场决定的啊 没有一个终极的锚定的一个对象 上帝 我们所有的事情都是用情绪说话 用立场说话 用利益说话啊 最后啊 最后他们控诉美国的法律系统 他们说 他们啊 这个是女的她啊 他们门受的压迫 和他们最神圣的权利 被人用欺骗的手段剥夺了 看到没有 这是赤裸裸的控诉啊 没有人欺骗他们 这个绝对就是假见证 就是撒旦罪案干的事情 就是控诉 你就有事说事 对不对 你不要夸大事实 历史的传统 它就是历史的传统 和欺骗没有半毛钱关系 你不知道是因为你无知 你不能说你不知道历史传统 就是别人刻意欺骗了你 最后呢 最后他说 我们坚决要求立刻给予 妇女所有属于美国公民的权利 和特权 不仅权利还要特权 什么是特权 就是人类历史上从来也没有过的女性的投票权 我们再来看一下 妇女投票权 这一个令很多很多人欢呼胜利的一项权利 为什么我反对她 说到底她这个投票权会产生非常非常恶劣的后果 你们可能可以不同意我的想法 但是你们听一听我是怎么想的 上帝创造男人 他是有非常非常强健的肌肉和骨骼 有着高亢的情绪和性格 有着冲锋陷阵的勇气 也有沉浸思考的专注力 如果一个男人是真心的敬虔的敬畏上帝 他就会从上帝创造人的这个作用 这个功用上去努力 他就一定会具有这些品质 我们看为什么中世纪是一个歧视精神 是男性最高美德的时代 这些人他的最高美德是什么 就觉得我们男人就应该像家庭的一圈篱笆 我们要将妻子将孩子围在中间 这是一种强有力的男性力量 圣经已经说了 基督爱教会就像丈夫爱妻子 为妻子舍命 男性力量象征着神的力量 神对教会的保护 就像家庭 丈夫对家庭的保护一样 都是强有力的 这就是为什么婚约是门约 丈夫对妻子的保护是誓言 是要发誓的 是用生命来遵守的 妻子对丈夫的顺服 也是出于对神的顺服 他是直接指向救赎的 当这个社会男权被打碎的时候 保护就被打碎 我们拿美国的宪法第十九修正案来说 其实对男性来说 这是一个巨大的伤害 你想想看 我们想想看 男性 他的战场在哪里 他的战场是在社会上 女人的战场是在家庭里 这是两个不同的领域 男人在社会上 他要管理社会 他要达成共识 男人一起坐下来讨论 如果人数太多呢 他们就投票 发表意见 达成共识 但是毕竟大家的男性视角是一样的呀 他的目的是一样的呀 大家的共同利益是可以商讨的 但是我们整体的目的还是要共赢嘛 对吧 但是 我们要这样想 当女人可以去投票的时候 男性的权力直接就腰斩 为什么 因为被造的特点不一样啊 男女的视角注定是不同的 在很多的议题上 是很难达成共识的 那这样男性的力量就会被牵制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打仗 隔壁那个村欺负我们 我们要纠集一群人 去向他们讨回公道 村里的男人一商量 可以就出发了 对吧 根本就不需要女人同意嘛 打架还需要女人同意 对不对 因为打仗本来就是男人的事情 但是现在村子里面民主了 女人投票要参与决定了 那就完蛋了 为什么 因为我是做妈的 对吧 我做母亲 我就不希望儿子去打仗 对不对 谁不是妈生的 那我如果是一个妻子 我就不想我老公去 那万一被打死了呢 让别人家老公去打就好了嘛 那你想想看 你会怎么办呢 在这种势力的牵制下 不要说正义战争没有了 就连自卫的战争都很难 最终女性强行参与男人的角色 最后就导致我们的社会没有保护 第十九修正案是1920年代通过的 结果呢 结果20年之后 日本都炸到珍珠港了 美国才残战 为什么 你猜 有记者问那个 不是问那个Haley吗 你怎么看待南方边境被非法移民入侵 这个Haley怎么说 他说他们也是人 他们值得追求更好的生活 Come on 那还要国家干什么 全球一国算了嘛 对不对 所以我说 选举这个例子 其实并不是中世纪的特例 这个选举权真的是很祸害的 你要知道中世纪 就是好像并不是中世纪 好像特有的一个例子 好像需要男人用体力去打仗 其实这个 我举的这个例子 不是说一定在中世纪才管用 其实你要把它衍生的想 你眼神的想到现在这个时代 其实也一样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社会管理的层面 其实你去观察 社会的管理层面 其实越基础 它越需要男性作为主导 希腊这么多的城邦国家 死得最快的就是推崇男女平等的 女权运动的斯巴达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个女权掌控的国家 他没有办法保护自己 保护的这个职能 上帝没有交给女性 上帝是交给男性的 到1990年的时候 好像做过一个调查 调查了一些不同的城市 不同的职业的男性基数 发现比上个世纪低了很多 原因可能有很多了 比如说工业化的饮食 比如说野外工作量的减少 也包括社会道德 对男性的情绪行为的控制 这个都是有影响的 但是整体来说 男性雄性基数下降 这是一个明显的趋势 非常有意思的是 雄性基数水平最低的职业是什么 你猜一下 挺有意思的 是牧师 当男人的天然的雄性基数 没有地方发挥作用的时候 他的确是会退化的 那么男性也退化 社会就退化 现在的男性 退化严重的 那就成为那些巨婴 都躲在地下室里打游戏 不婚不溢 没有退化的那些 辛辛苦苦打工 还房贷 撒旦的目的就是要把男人拖垮 让他们没有时间去侍奉神 没有意志 没有专注力 没有决策力 没有阳刚之气 只有阴阳怪气 这个社会是很有趣的 所以神的国 现在为什么男人去侍奉的越来越少呢 很多姐妹反而上去侍奉呢 为什么有很多教会里面 你去看都是女多男少的状态呢 因为男人真的已经从社会领域上 把他们都给压垮了 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多余的时间 去思考上帝的国 我们其实在西方的主流媒体的误导下 我们对女权有一个很大的误会 觉得没有女权运动 我们今天女人会活得很惨 其实这是不对的 特别是在那些不发达的国家 女人确实活得很惨 所以他们就以为一场女权运动就能解放他们 事实上不是 事实上解放他们的是基督教 并不是女权 其实他们所经历的 特别是那种第三世界国家的女人 过得很惨 他们面临的不是女权的问题 他们面临的是人权的问题 人类历史上最高的女权体现在哪里 我们去读一读中世纪的歧视宣言 最优秀最勇敢的男人 愿意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而献上生命 这个才是最高的女权 女权不是在法律上 而是在心理 在观念上 男人真正按照上帝的心意来对待女人 女人就拥有了最高的权利 女人的问题不是出于性别 而是出于男人和女人的内心 都偏离了上帝 所以如果想从性别问题上 去找到解决方案 这一条路不仅仅是行不通的 而且还是很短视的 因为我们完全无法决定这个事情的走向 你离开圣经想解决问题 你就一定会激起更大的问题 就像一个谎言你要靠100个谎言去弥补一样 我们自己的聪明是靠不住的 上帝创造的心意是男女平等的 在上帝面前是同享尊严 在家庭里面分工合作 农业社会男人干的就是重体力劳动 要不就是军事任务 这两点请问哪一个傻女人肯去干呢 下地和打仗都让女人走开 所以女人在家里教育子女做做家务 没事和邻居聊聊八卦 有男人养家 小日子不能说完美吧 那至少大家都是怎么过的 但是进入工业社会就不一样了 工业社会机器代替人力 只要有机器小孩子都可以操作 不要说女人 而且巨量的工业投资就急需产业工人 机器操作对体力没有特别大的要求 所以女人就会成为资本想要释放的生产力 女权主义兴起它是由资本作为背景的 背后是由资本来推动的 媒体新闻报纸背后都是资本的意识形态 所以我们去关注一下女权主义的发展过程 起初它只是赞扬女性的自强自力 后来开始赞扬女性摆脱家庭 这一切都是有一整套的新闻媒体 纪录片的报道 还要有好莱坞的电影来宣传 然后呢 然后后来它开始宣传家暴 女性在追求独立自主的过程中 遭遇男性的控制和压迫 其实家暴说难听点的任何时代都有 跟女性追不追求权利没有关系 是男性离开上帝产生的暴力 对吧 男性不敬畏上帝了 他就会对女性产生暴力和欺凌 这个是信仰层面出了问题 但是呢 但是他们的宣传媒体是宣传的方向是什么 是家庭有问题 家庭不是一个合理的制度 家庭捆锁了女性 女性不得不承受男性脾气暴躁带来的后果 所以他们开始干嘛 他们开始呼吁对女性的家庭要立法保护 看到没有 法律开始进入家庭领域 在罪人的社会里 是不可能有完美的家庭 也不可能有完美的夫妻关系 政府为了推动女权 那么媒体就开始配合 对吧媒体就会把一些家暴啊 虐待啊这些事情来大作文章 他把社会里面非普遍性的 极端败坏的道德现象 拿出来无限放大 那么社会的呼吁 社会的整体思想倾向 就会慢慢的倾向要立法保护女人 这是可以理解的 也是无可厚非的啊 保护女人没有错 错就错在 这应该是人的心灵秩序 应该是男人内心自发的 如果用立法的手段来解决 他就一定会产生其他的矛盾 比如说现在就有这个现象 就是只要任何女人的投诉 先不由分说就把男人给抓起来 要等待男人来自证清白 就是always believe in woman 当这样的法律被女人滥用的时候 男人的消极抵抗 他就能产生副作用 男人就会想 哎呀我惹不起 我躲得起吗 对吧 男人就选择不结婚 不进入稳定的婚姻关系 然后立法呢 就更加进一步 我不需要你婚姻 就是在加拿大 同居一年就算你结婚了 据说同居一年分手 他可以分你一半财产了 甚至可以要求赡养费了 那么男女要进入一段 稳定的关系就更加难 有些人他还没半年 得分手一次啊 在这样的政策下 他就会导致低婚姻率 和低出生率 这是必然的结局 那么当一个社会 有相当的比例的人 不结婚没有孩子的时候 养老就会成为政府的责任 于是呢 在福利社会还要加上 更多的内容 这种福利在经济上升通道的时候 是没有明显的副作用的 短时间里面 大家都很看好 这样的福利模式 但是一旦经济出现衰退 那么我们知道的嘛 海水退去裸泳的人 就冒出来了 低出生率啊 和当时的左派宣传 也是有很大的关系 当时左派宣传 地球快撑不住了 人口太多了 再过多少年 地球要灭亡了啊 因为人口会成为地球的负担 结果呢 哎 你要知道 他们掌握了教育机构啊 对吧 那按照学校里面教的 基本上小孩子都分为真理啊 结果很多人就受到影响 他们就选择不生孩子啊 为地球减负 这一股思潮和女权 它是互相配合的 它的目的是什么 也是解放劳动力嘛 那你想想看 女人一生四五个孩子 她就不可能出去工作了 对吧 但是我们通过蜀灵的眼光 一看就明白 这不就是巴力崇拜吗 巴力崇拜的目的 不就是让小孩子献祭吗 我们再回来说这条主线呢 福利社会因为低出生率 它碰到困境的时候 那么政府就要想其他办法了 对不对 我们以前在讲德国历史的时候 讲过 高福利社会 它的支持是什么 是经济繁荣 但是等到繁荣期一过 没有人口了 哪来的经济繁荣啊 你再多的产品 没有人买 没有人消费 那也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当经济没有新的增长点的时候 要维持这样的政府开销 政府有什么办法呢 政府有三个办法 首先就是减少开支 加大税收 或者呢 还有一个方法 加大货币的发行 减少开支和加大税收 在民选政府上 这两项几乎是不可能的 民选政府 你要是敢削减福利 加大税收 那你下一次就选不上了 知道吗 所以这肯定不能干 那就只留下最后唯一的选项 就是超发货币 我们这样就能明白 为什么一九七几年代 为什么要取消布雷顿森林体系 为什么不能再绑定黄金 大家都是法币系统了嘛 都是国家主权系统了啊 这个时候印钞票就简单了嘛 对不对 女权主义之后 布雷顿森林体系维持不下去了 到一九七三年给废了 废了以后大家开始印钞票 我们看到没有 时间线上是不是有关系呢 你从时间上去看 你就会知道 它前后都是有影响的 上帝创造的世界是因果律的 为什么我们前面有一节课 讲过因果律 就是为了让我们来理解 这个社会 它不断的不断的演变呢 货币超发 它会引起通货膨胀 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成本 会暴涨 那么资本家受不了了 怎么办呢 产业外移 所以一波外资跑到东南亚 这不是偶然的 这是女权运动之后的必然结果 虽然鼓吹女权的是资本 但是出了事情以后 跑得最快的也是他们 因为资本是很现实的 而且资本是有能力去规避问题的 只是底层的老百姓 那些长在地里的韭菜 他们没有自由迁徙的能力 也没有自由迁徙的资本 所以他们就只能被硬割 再加上女权之后 社会人口断崖式的下降 它就导致了劳动人口减少 企业的税收成本增加 这个时候你不移也要移了 那么海外扩张 就不是跨国大公司的专利了 基本上所有企业 它都在寻求低成本的发展空间 那么当地的社会中产 就进一步被掏空 哪里有便宜的劳动利益 它就去哪里 哪里税收低 它就去哪里 那么这样的企业 它支持的是一个怎么样的政府呢 那当然就是拥抱全球主义的政府 所以全球主义它是不会回头的 因为它永远能够找到 全球的最低点 去将利益最大化 那么产业外移呢 它就会导致福利社会的空心化 中产阶级都空了 他们就更加不婚不育了 对不对 它就会进一步导致恶性循环 导致人口断崖式下降 那断崖式下跌 最后连自己国内的服务性产业 它的人力资源也不足 那你怎么办 这样就正式进入恶性循环 恶性循环你是没有这个地方 可以去打破的 这个循环链你是没有办法打破的 中产沦为贫困 它就会很依赖福利 那么依赖福利的人 他会给怎么样的政党投票呢 社会主义政党 这就是用改变经济结构的方式 去改变人口结构 然后用改变人口结构的方式来终结两党制 最后进入独裁 但是人口规模它已经成道三角形了 对吧 顶端是庞大的老龄化人口 福利和医疗对政府都是一个巨大的压力 那你就只能引进外劳咯 引进移民咯 那你从哪里移呢 西方国家都有同样的问题 西方国家自从神学出问题以后 他们面对的社会问题也都是差不多的 只是先后不一样 时间上先后不一样 但是它的问题差不多 那么你移民只能从第三世界国家移 这种国家的人 他本来就没有基督信仰 当大量的异教人口 涌入基督教国家的时候 那么信仰注定就被稀释了 老一辈的信仰者去世了 新一辈的年轻人左派了 新进来的又是异教崇拜者 那么在这个环境里面 基督信仰就会成为敏感话题 大家都开始放下上帝 一起专心发展经济 因为怕信仰冲突导致战争 对吧 西方近一百年的样子 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剧本走的 一个国家居然拦不住非法移民 怎么可能呢 一百年前武器没有这么先进 科技没有这么发达 你都能拦住 你现在拦不住了 西方政府这里面 它是有难言之隐的 说到底造孽是自己造的 但是左派是不会承认 自己有问题的 问题都是别人的 治安不好 治安不好是枪的问题 进枪就行了 经济不好 经济不好是人民的问题 人民不肯消费 天气不好是什么 天气不好是你烧煤气 是你开汽车 对吧 左派的一大特征 就是做事特别大胆 但是他管杀不管买 所有都是别人的错 所以我们现在就能看到这种现象 这个世界经常会发生莫名其妙的战争 这个战争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们并不知道 但是我们看到的现象就是 哪里一打仗 政府就赶紧过去抢难民 乌克兰难民在加拿大移民局 它是有特殊通道的 美国为什么会开放边境 接受非法难民 加拿大为什么会对巨量涌入的 非法难民持欢迎态度 这个背后都是有政府逻辑在里面 我们在这些背后都能够发现资本的影子 解放黑奴是为了劳动力 解放女性也是为了释放劳动力 削减男性的劳动力溢价权 使劳动力更充足更廉价 后来引入移民 再到放开非法移民 它背后都是想解决劳动力的问题 经济领域 经济领域有一个不可能铁三角 就是高福利高税收高增长 这三个是不能同时成立的 福利高税收肯定高 那就一定会制约企业的发展 它就不可能产生高增长 要鼓励企业快速发展 你就一定要降税 但是降税呢 福利就很难保住 所以这个是不可能三角 是人自己无法解决的困局 他只能拆东墙补西墙 引进劳动力是他们能够想到的方案 你生孩子来不及啊 生孩子你还要养十八年才能工作 对吧 我们从老百姓的层面上看啊 就只能看到他们不断的花样翻新的 用理念来忽悠我们 其实都是在自己打补丁 我有一个西人朋友和我探讨过这个问题啊 他是大学的教授 他告诉我他非常欢迎非法移民 为什么 因为他的朋友们呢 都是企业主 在雇佣当地人这方面 他们有着非常非常不愉快的经历啊 他说哎呀 这些加拿大的年轻人不务实 又有工会撑腰 所以招这些人完全无法进行正常的生产 他们的企业完全依靠非法移民 如果没有非法移民 或者外来的移民 加拿大的经济将难以为继啊 这是他的结论 我是很尊敬他的啊 我们关系也非常好 所以我就和他探讨了一个问题 我说问题本身不再是否需要移民上 因为我自己就是移民啊 我也不反移民啊 但是问题的根本我们要看 问题的根本是为什么 加拿大的企业 遭不到本地的像样的劳动力 加拿大的年轻人 经过15年的基础教育 最后居然会成为 无法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 那么你是大学教授 你应该知道问题所在 但是我们知道 左派是不肯承认自己有问题的 也不肯承认自己有责任的啊 所以在我眼里啊 左派小年轻 不就是你们这种大学教授 和左派的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吗 我就这么跟他开玩笑啊 然后他就说 哎呀这个跟我没关系啊 所以说啊 我虽然会和左派成为朋友啊 但是我有的时候经常会提一些 想到他们思考的问题 但是让我看到的是什么 让我看到的是连一个大学教授 他都这么浅诚思维 你觉得我们这个世界还有盼望吗 当生育率远远高于其他民族的穆斯林 在50年后靠生育 靠子宫占领加拿大的时候 不要说女权人 人权都没有啊 女人都得裹着黑袍啊 对吧 我们看到没有 女权运动 他推波助澜啊 那个波澜壮阔的绕了地球一大圈啊 绕过一个太平洋 最后他会绕到原点 最后会导致女权和人权的丧失 所以曾经的基督教世界 他真的会叫回到前基督时代 会进入奴役时代 而这一切的发生呢 是在人自愿的情况下 人为什么会自愿 因为每一步的解决方案 在当时看起来都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提出来的口号都是最懂听的 都是非常贴合我们的道德诉求的 都是能够解决当下最急迫的问题的 都是有着高度的震荡性和必要性的 当社会回到前基督时代的时候 丛林社会它就是常态 国攻打国 民攻打民 当这种情况上演到最高潮的时候 就是这个世界进入敌基督时代的时候 没有人会不愿意的 你们不要以为人会有反对的声音 不会的 因为这个时候人人厌弃战争 人人渴望和平 不管用什么代价 哪怕付上自由的代价 人都会欢呼雀跃地迎接这位君王 把他台上圣殿 对他鼎礼膜拜 自愿接受他给予的受应 以色列不就是这样吗 以色列战争打多了 他们不就是要立王了吗 对吧 我们通过民主要求独裁了吗 对吧 圣经里面没有什么事情是超出圣经向我们描述的 而这一切的根源圣经也告诉我们了 就是因为神的子民没有守住信仰 美国从亚米念主义开始 高举人的道德 高举人的自由意志 忽视了人的原罪 结果呢 结果多少基督徒支持这一种反圣经的议题 撒旦的谎言只要涉及到爱 涉及到包容 他们就立马就立马就中招了 就melt down了 结果呢 结果就由这世界的王向我们散布谎言 并且还号召大家 利用讲到台 号召大家去跟随谎言 一步一步的进入笼子里 我们最后来思考一个很简单的逻辑题 因为女权的问题呢 她往往能够激起人类一半人口最大的愤怒 可能还不止一半 因为相当部分的男人他也是支持女权的 所以我要是反对女权的 一大波人可以来反对我 甚至连小孩子都可以加入 因为现在小孩子都是很左的 他们肯定说你凭什么说女权不好 否则你啥权力都不会有 因为我是女的嘛 对吧 但是我们在进行这些讨论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往往是情绪代替了上帝的话语 用结果代替了正义 但是我们思考不要这么简单呢 我们要这样想 人类历史它是单方向前进的 它是不能重来的 不能假设的 所以我们不要将历史的结果 当成评判正义的标准 因为你不知道如果重新来一次 走另外一条道路 今天的结果会怎么样 你不知道 比如说 你要这样想 如果没有独立战争 美国今天会怎么样 这个还是比较好想象的 为什么 因为你还可以找到类比 对吧 你大不了 你就看看加拿大 澳大利亚嘛 大不了就这样子嘛 对吧 这个还是比较简单 还能够找到类比的 但是 关于女权啊 你就不能这么假设了 说如果没有女权 我们今天是不是就很糟糕 是不是就活得非常非常惨啊 这个假设 其实是不成立的 为什么 因为它没有类比性 而且我觉得女权运动 最大的问题 不在于他们引起的巨大的 社会道德滑坡和信仰的衰退 更重要的是什么 更重要的是 它混乱了人的逻辑和思考的功能 女权以后 情绪和感觉成为法律和社会 最需要重点考虑的对象 那么我们就知道 后来政治正确是怎么出来的嘛 对吧 政治正确 它为什么会成为主流 就是因为 我说话 我要考虑 不要影响别人的情绪 不要伤害了人民的感情 对不对 所以我才要自我审查嘛 我说话 我要政治正确嘛 对不对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感觉做了王 对吧 人的感觉成为道德评判的标准 而且女权运动呢 它把矛头和方向对准的是 圣经和教会 这个就需要我们分外的警惕啊 我们不一定看得到 它一百年以后会产生怎么样的坏处 但是至少当时 我们把它放到圣经里面 我们就能够知道 它是对还是错的 因为圣经里面倡导的是男权 它就使很多女人 好像失去了自由和权力 那么当时很多教会就很心虚 对吧 因为教会在神学上先妥协了嘛 那它在其他事情上 它就站立不住 很多教会呢 就出于道德的需求 就像他们的这些女权主义者 或者说废奴主义者 就像他们的感觉去妥协 但是事实上女权主义者 她是把欲望当成了自由 把放纵当成了权力 她的欲望是什么 掌控自己的财富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这样想 人类社会几千年来啊 上帝从来没有说过 我们有放纵的自由 你从圣经里面去看 圣经哪一句话说过 你可以有放纵的自由 你可以有贪恋财富的自由 没有啊 基督教世界两千年来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 堕落的这么理直气壮 现在说起来出轨不算什么 这是所有男人都会犯的错误 变性呢 变性是理直气壮的 这是基因问题啊 偷窃 偷窃也不用入罪 为什么 因为他是黑人 他有特权 他就可以不劳而获 包括后来也引起了 很大很大问题的 印第安原住民这个问题 他也是一样的呀 原则都是一样的 都是特权 他的特权来自于什么呢 他的特权来自于他投胎 他投胎就是原住民 他天然就高人一等 那么我就要这样思考 你们跟着我的思路 想想看 我这样思考 对不对啊 那么我就问一下 多早的原住民才算是原住民啊 北美殖民者登陆的时候 那些人才叫原住民 那些人还活着吗 都不活着了 对不对 那么后来的那些印第安人的后代 和同样生活在那里的清教徒后代 他们是不是一样的呀 他们都是生在这片土地上 那凭什么你是原住民 那凭什么你是原住民 我就不是原住民了 为什么这个待遇就不一样的 当然了你可以说他们就是原住民啊 因为他们比你们更早 那么我就问了 既然你用早晚来决定谁是原住民 那么他们就一定是最早的那一个吗 有没有比他们更早的呢 你知道是谁呢 他们总不会是天上掉下来的 对不对 如果他们是按照圣经说的那样 是从巴别塔下慢慢慢慢迁移过来的 那么恭喜你 我们谁都不是原住民 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原住民 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都是寄居的 至于寄居在哪里很重要吗 寄居在什么地方去的早去的晚很重要吗 不可能对不对 所以我们大家不应该去考虑什么原住民的问题 我们既然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 我们就要合成一起合成一股劲 我们要一起向后看 不要向前看 为什么 因为向前看你能一直看到亚当 除了亚当可以说自己是原住民 其他统统都是移民 包括该隐 看到没有 人在神学上出问题 他不仔细研究圣经 他就会在各个领域的政策置顶上 暴露自己的浅薄和伪散 明明大家都交税 就是原住民可以不用交税 他还享受大家交税的社会公共设施的成果 这个在以前叫什么 这个叫偷 这个叫贪恋别人的财产 所以双重标准的法律 不是上帝的法律 上帝最恨恶人类搞双标 所以双标的法律不是处于上帝 如果法律不处于上帝 法律就形同虚色 这个就因为我们的思考都太浅了 而且我们今后的思考方向会越来越浅 为什么 因为现在的小孩子 他根本就不可能再去看古人的书 他也看不懂 他也不可能去学习上帝的历史 没有耐心 他也不可能去理解历史演化的过程和原因 所以他们今后的形式会越来越极端 他们的斗争方式会越来越激烈 他们的思考会越来越浅显 我们并不回避女人在当时 确实遭遇到一些很切实际的社会问题 我们也相信有些女人确实是生活在苦难中 但是你要解决这些问题 你难道一定必须要挣脱圣经吗 人类如果想要自由 一定要摆脱上帝吗 我们有没有想过 人类社会之所以会这么扭曲 就是因为男人女人都没有听从上帝的话语 我们假设一下 假设一下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不同的人类社会 在这个世界上 每一个男人都按照保罗说的那样 举着清洁的手祷告 忠心地爱神 对家庭负100%的责任 爱妻子爱孩子为他们舍命 每一个女人又温柔善良顺服 用最大的善意来支持和理解丈夫的行为 如果是这样的场景 由无数个这样的家庭建立起来的社会 它会有这么多的不公平吗 我们有没有想过 我们的社会之所以充满了不公 根本不是上帝的问题 而是因为人类根本做不到上帝的要求 所以面对社会的不公 你怪在制度上去改良制度 这个是治标不治本的 因为每一个群体 它都是可以无限地向下细分的嘛 对吧 我们刚才那个括号里面 那个替代词都给你想好了 对不对 男人女人可以分开 后来呢 民族族裔之间可以再分开 少数族裔享受特权 对不对 再后来呢 再后来谁更小众啊 性取向更小众嘛 而且性取向还不是最小众的 你还可以不断地在前面去添加前缀 去缩小人群 对吧 内涵越多 外言越少 对不对 比如说黑人女性同性恋者 他还想变性 那这个人绝对是站在特权阶层的顶端 你说再往下还能不能分 当然能分啊 我帮你分好不好 最后他可以强调动物的权利 强调大自然地球母亲面对的人口压力 对吧 他从有机物开始强调无机物 都是可以的嘛 对吧 这个一点都不奇怪的嘛 无限向下看 这不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正确的道路在圣经里 圣经告诉我们要仰望 要向上看 仰望上帝的话 仰望基督 仰望这一位为我们创始成终的上帝 大家敬畏神 按照神的话语去生活 那么上帝的祝福就会领到 可惜的是人并不喜欢听这些话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想要自由 他们想要的自由不是在上帝里面的真自由 他们想要的是违背上帝的自由 是堕落的自由 是犯罪的自由 不是上帝应许我们的不犯罪的自由 所以同样一个问题 社会为什么会不公平 女人为什么没有感受到爱 同样这个问题 讨厌上帝的人他会说 这是宗教压迫 神权压迫 传统压迫 但是爱神的人他会这么说 这是因为我们都是罪人 罪人行不出上帝的要求 所以我们要依靠上帝 我们要回归信仰 看到没有 人的主观偏好 让人采取不同的行为 人的行为背后是有他的神学思想 上帝在圣经里面 给我们举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 在《四思纪》里 以色列人没有亡 个人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 女权运动的参与者 有教会人士 有社会精英 基本上都是基督徒 那个时候大部分人都是基督徒 他们都在做自以为是正确的事 但是却是以反圣经的方式 他们离弃教义 离弃圣经 用自己的感情去读圣经 那么悖逆的心就昏暗 他们主张自己的权利 就好比以色列人要立王 神告诉撒摩尔 他们不是厌弃 他们是厌弃我 不要我做他们的王 这才是人类心灵最深处的原因 我们每一个人心灵深处 都有着对上帝最深的敌意 上帝能够看透人心 我们只能看表面看结果 这就是我眼中的女权运动 它带来的危害 在人的层面 永远不可能逆转 求神赦免我们 感谢观看